杨坚当了北州辅政大臣 北州宣帝死后 他的儿子宇文禅即位 年仅八岁 施为禁帝 禁帝年纪很小 必须有一个辅政的大臣 宣帝临终之前已不能说话 身旁只有宠幸的臣子正义和刘坊 这两人和杨坚私交不错 他们替宣帝写遗招时 便在遗招中指定杨坚为辅政大臣 总管中外军政大权 逼着御政中大夫严之仪在赵书中连署 严之仪看及知绝非顺利的遗招 拒绝签署 他立声对正义流放说 主上升天 世主年幼 辅佐重任 应该是由宗世中才略过人的人担任 现在宗世之中赵王赵年岁罪长 以亲以得 都应该推他辅政 怎么会轮到杨坚呢 宫等备受朝廷厚恩 应当尽忠报国 怎么能够把神器夹守外人呢 之仪唯有一死而已 不能够从命 杨坚忍知道颜之仪是个硬骨头 没法子让他屈服 于是带颜之仪在遗招中签了一个名字 杨坚便大摇大摆坐上主政大臣的宝座 然后杨坚又向颜之仪索取天子的兵符又袭 颜之仪不肯给 他震慑的说 这是天子之物 自有主者 宰相何故所知呢 杨坚很生气颜之仪的不是好歹 恨不得马上将他退出去斩了 但是颜之仪急剧声望 杨坚只好派他到西边皇帝当郡守 当时的北周群臣没有完全归心于杨坚 杨坚派遣如兵率领臣子前往东宫 百官不知该何去何从 杨坚便造极公卿诱惑到 想要得到富贵的人跟我走 可是臣子们还是低头聚在一起而语 不能决定去向 其中 有一个臣子真的要离开杨坚 杨坚立刻派兵阻拦 他就用这种利诱与威胁的方法 暂时控制住局面 当时汉王宇文湛住在后宫之中 常常与禁帝同坐葬中 杨坚因为要控制禁帝 嫌宇文湛讨厌 于是杨坚派人找到许多年轻貌美的女妓 送给宇文湛 宇文湛要与女妓同乐自然远离了禁帝 接着杨坚又派人告诉宇文湛 大王为先帝的弟弟 众望所归 皇上年又哪堪重任啊 现在先帝刚过世 人情分老不安 王暂且归福帝 等到贵阵子再入宫为天子 此为万全之计 宇文湛年纪小 见世前 傻傻呆呆的被赶出宫外 还以为自己将来会当皇帝 赶走宇文湛之后 杨坚拔去眼中钉 更进一步着手篡夺政权 宗室之中最有力量的是赵王昭 眼看着大势将去 准备一捕捉二部修 先杀了杨坚再说 赵王昭安排了一个宴会 邀请杨坚参加 他左右都布满了壮士 葬围中暗席下也暗暗放了利刃 杨坚呢 则不许带任何人进入 只有大将军元咒坐在门外相随 宴会之中双方虚情假意 谈笑风生 酒汗耳乐之后 赵王昭水手用佩刀刺一块瓜果 送到杨坚的嘴边 表面上是清热的为他副菜 事实上是想一刀刺中杨坚的喉咙 杨坚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吃了几片瓜 圆咒屋地的闯入禀报 相府有事不可久留 赵王昭愤怒的抽回佩刀 喝斥道 我正与宰相谈话 你是什么人 去去去 派人把圆咒赶走 哪知圆咒气急激愤 怒瞪双目 紧扣佩刀 一步也不肯离开 好像为着保卫主人杨坚 准备与赵王昭一绝死战似的 赵王昭只好推着笑脸道 来来来来喝酒 我哪有什么恶意啊 你何必这样多疑猜忌呢 喝了几杯酒之后 赵王昭假装要呕吐 准备回到后阁休息 圆咒唯恐赵王此去有诈 硬是把赵王昭扶着上座 连说 没关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一连三次 赵王要回后阁 圆咒都不让他离开 赵王昭眼看走不成了 开始说喉咙干 要圆咒去厨房帮他拿一杯水来 圆咒不肯去 此时 藤王来赴宴 阳间下时间去迎接藤王 圆咒利用此时 凑到阳间耳旁道 情势十分怪异 咱们赶快离开 阳间不相信 他说 赵王没有兵嘛 他能做什么呢 圆咒道 话不是这么说 他们若要先发动 我们就死定了 等到阳间回到座位 圆咒听到屋后 有铠甲伤碰的西树之声 他确定背后却有买兵 一个剑步向前对阳间道 相府的事情多 丞相不宜久留于此 说着 扶着阳间便往外闯 赵王昭要追来 圆咒用身体掩护着阳间 阳间就在千军一法之际逃走了 赵王昭虽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事出突然 一向呆住了 白白让阳间逃走 碰得两手扶掌 用力摩擦 擦得两手滴满鲜血 赵王昭想害阳间没有成功 使得阳间感觉到中式猪王实在是一个威胁 于是展开了杀戮行动 大杀北州中式猪王 阳间当了辅佐大臣 北州的一些老臣内心不服 尤其是那些在外地担任总管官职的老臣 手握兵犬 其来反抗阳间 首先是向州总管魏池回举兵升逃阳间 接着是郑州总管司马骁纳 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响应 阳间派伟孝宽和杨毅率领 酒精训练的府兵 把反对者一一消灭 使阳间的政治地位更加稳固 阳间只做了十个月的辅政大臣 便强迫北州禁地让位给他 阳间在府政时期被封为水王 登基做了皇帝 本想用水做国号 可是水字呢 有错字旁 似乎不太吉利 于是去掉错而称水 阳间就是水文帝